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議會議長 佟梓偉 歡迎收看民意交響曲 在這裡可以聽到不同的意見 想法可以暢所欲言 和我們一起監督市政 讓基隆更驕傲更進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民意交響曲 我是蔡曉君 基隆市政千頭萬緒 今天為您邀請到兩位來賓 帶大家深入了解我們的基隆地方市政 來傾聽地方的聲音 首先為您介紹第一位 是我們基隆市中正區市議員 藍敏黃 藍一座 主持人曾議員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好 藝座好 第二位是我們仁愛區市議員 曾紀妍 主持人藍議員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藝座好 要先帶大家來關心 這個最近最火爆的議題 就是我們的營區爆炸案 是否要遷移 畫面上是市長謝國良 接受媒體聯訪 謝國良指出 基隆降風營區彈藥庫 發生炮彈爆炸事件後 府會朝野都希望營區 跟彈藥庫能盡速遷移 他將於八月中旬 拜訪國防部長邱國鎮 我想我會在八月中旬 到下旬的時間 我們已經開始準備要來約 拜訪我們的國防部長邱部長 那我主要還是希望他能夠考量 基隆在地民眾的安危 跟不論是朝野本身 大家對於地方這個的一個共識 就是希望翔鋒街的彈藥庫 他能夠千里 那當然我想我們國家的行政是一體的 那國防部我有聽到他的觀點 那我們是認為說 其實應該還是可以考量更多的替代方案 那我們也會去拜訪他 那跟他好好討論 有沒有其他相對應的替代方案 畢竟如果彈藥庫要遷移 還是要給予一個世代的替代方案 但是我認為說還是要跟邱部長碰面討論 謝國良也強調更期盼行政院能協助 來協調營區跟彈藥庫的遷移 比照當年基隆軍港西遷的模式 甚至我認為這樣的決策成績 也應該要高到行政院 包括陳院長在內 如果院長願意來協調這件事情的話 願意來協助基隆的民眾 跟基隆的這個地方的這些 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話 我想我們會非常的感謝 最主要是國防部要先有 這樣子的一個意願 那如果國防部他站在本位立場 他可能沒有意願的話 那我們就要來拜託行政院來進行協調 當年這個江銀化院長在任內拍板軍港遷移 當然後面也有很多人進行很多努力 那時候軍方也是一百個不願意 那最後還是行政院拍板定案 那甚至那時候的馬總統也支持 所以我想也不是國防部一個人說了算 主要也還是說我們要尊重一下行政院的看法 首先要先了解這個替代方案所需要的面積 跟他大概的一個地理位置 如果能夠初步的了解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比較進入比較核心的討論 真的這是大家現在都很關切的問題 雖然周遭居民有不同的正反兩派方面的意見 那我們要先請教我們的政績的正義作 聽說你以前在那裡當兵 謝謝主持人 那我想針對我們陸軍的第六軍團第三地區的 基隆營區的120公里破擊炮的爆炸 那當場好像有九位士兵受傷 然後兩位士兵比較嚴重 整個雪落模糊 那其實我對這個營區我大概滿有印象的 我27年前的時候我在那邊當過兵 那當時這個營區應該不是基隆營區 應該是屬於蓄球彈藥庫 那彈藥庫當時是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在看守的 那裡面一些彈藥庫裡面放的彈藥 都是應該是131艦隊的軍艦的一些彈藥 比較大型的彈藥 然後我經過這次我們媒體有爆出來說 那天有120公里的破擊爆炸 然後現在目前是陸軍的在駐守 那我想可能大型的 海軍大型的彈藥已經都遷移了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這個地方很久了 當初是營區先有才有加油戰的 那營區也距離我們的民防滿近的 那我想現在海軍的大型炮彈都已經遷移了 那裡面剩下一些陸軍的一些120的破擊炮 那到底有多少炮藥在裡面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畢竟彈藥庫也是比較機密的 那這邊我是比較支持我們謝國良市長 能夠好好的跟我們國防部軍方來溝通 那我想時工背景的不一樣 那在霞鋒界這邊的居住的民眾 也越來比當初還多了 那包括這些地下有任何單位的管線 那我想都已經危及到所有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那我想這邊我是希望我們市長 能夠好好的跟軍方來好好的溝通 看是怎麼樣把這些彈藥庫把它移開 那這個地再來做另外一個規劃 這樣子我想對於在霞鋒界這些居民 會比較好以上 是 就是要保障地方民眾的安全 正在地方民眾的方式來著想 那我聽說我們的藍衣座 其實十年前他就會看過了 是 我想12年前那個汐止彈藥庫 因為天氣太熱發生彈藥庫爆炸的事件 我想大家回顧一下歷史就知道相當的嚴重 那也在那個時候我就已經開始積極的爭取 我們翔豐街彈藥庫的遷移 那我當時透過當時的市長 現在的市長謝國良當時的立法委員 透過他的協助我們跟131艦隊 進行多次的會堪跟協調 那當時131艦隊國王部那邊的立場是說 他們是同意遷移的 但是需要給他們時間 那另外就是他們希望我們市政府 能夠提供土地給他們做彈藥庫 那當時我就建議張東龍市長 是不是我們可以在七度 有那裡面的土地來做個交換 那我是希望說土地交換之後那個地方 剛好可以做為我們安南橋地區的一個 祥公公園 那很可惜 那當時張市長認為土地應該由國王部自己去找 是政府沒有責任來幫他們找土地 所以短期間那個時候就沒有辦法 把他嵌移成功非常可惜 那當時的時空背景 那個時候是海軍陸戰隊在駐守 那存放的是飛彈的艦艇 131艦隊的飛彈都是放在這邊 萬一戰爭的時候才能夠在第一時間做補給 那那個時候雖然沒有簽成 可是國王部這邊也答應我們 彈藥跟彈頭他要分離分開發 所以就可以避免發生細紙這種 因為天氣太熱而自然爆炸的意外 那麼12年前的努力很可惜沒有成功 那今天看到彈藥庫爆炸 我覺得很遺憾也很抱歉 12年前如果能夠避免成功 就不會有今天這個漢市 不過我想時空背景不一樣 既然彈藥庫發生了爆炸 那麼國王部也把海軍駐守 轉為陸軍駐守 我想海軍的彈藥 他不需要這麼大的一個營區 來存放彈藥庫 我想藉由這次的爆炸 我們希望基隆市政府 要正式的來注意相公街居民的安全 既然已經發生了爆炸 為了避免以後再有劣勢的情形發生 我想站在基隆市政府的立場 站在基隆市議會的立場 我們還是堅定的來支持 謝國良市長的主張 我們繼續跟國王部來溝通 希望能夠盡快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 來進行彈藥庫的遷移 不然閃光街地區的民眾 人口越來越多 最重要旁邊還有一個加油站 如果我們把彈藥庫放在人口集中區 旁邊又有加油站的區域的話 我想這是非常不正確的一個政策 我想時工背景不一樣 過去十多年過去了沒有發生爆炸 我們就一天度過一天 可是現在彈藥庫爆炸了 我們真的不能再默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藉此請謝國良市長 要積極的跟國王部來協調 我們還是希望彈藥庫能夠盡早遷移住宅區 是 就是要為民謀福 為民眾的安全來著想 那同樣的為民喉舌這一件事情 要帶大家來看的是有閒置宿舍 如何賦予閒置的物品新生命 我們快來看看 宿舍一樓停滿了機車 實際打開門 裡面只是一架簡單的家具 原本的陳出人已經二十多年沒再使用 市議員藍敏黃邀請了當地里長 及市府民政出人員到場會堪 規劃利用一樓的室內空間 作為里民休閒活動使用 這棟建築物的前身 它是舊警察宿舍 那當時有一位退休警官的阿姨在住 可是二三十年來他都沒有住在這邊 所以三年前我就跟洛里長 一直積極的跟他溝通 我希望他能夠把這個權力 讓出來給我們里內來做這個老人活動中心 還有社區發展協會的活動空間 那兩年前他只同意二樓讓我們使用 所以兩年前我就先爭取到這個零溪公肯款 先針對二樓進行整修 目前已經開放給我們的社區發展協會使用 那經過這兩年的努力 這個阿姨非常好 他已經全部的同意我們來使用 所以我今天特別再跟我們這個洛里長再來會看 那主要就是說這裡我們也會進行整修 全面的整修 整修好了之後就會交給我們禮辦公主來使用 未來我們希望這個地方能夠開放給我們社區內的年長者來使用 那你真的是精華地段 而且還是三角床 後來呢 後來怎麼樣 我想這個西隆寺 目前全市大概有128 將近130間閒置的宿舍 那麼在我們中正區就有27個閒置的宿舍 那過去十幾年的努力 我已經成功的爭取了4間舊警察宿舍來做活化利用 那這個就是剛剛VCR報導的一二路的舊警察宿舍 兩年前二樓的部分我已經爭取拯救完成 目前是給我們這個正義社區發展協會來使用 那今年一樓也警察局也同意交給我們去公所來貸管 那麼我也大概辦回費券去公所也把經費估出來 大概要140萬左右 那我也全數動用零星共存款來支援 那完工之後一樓就將作為我們正義里里長的一個辦公處 我想完工之後我想這個點可以說是活化地方 也讓政府的資產活化再利用 這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也希望全市能夠共同來推動 那麼除了一二路舊警察宿舍之外 那麼過去的幾年間 包括我們姓義里也有一個舊警察宿舍 他當時是三層樓的 那也是放棄 放棄在那邊很久 那透過我的努力也警察局同意來交給區公所來貸管 那我們開會之後就把這個舊的宿舍給拆掉 然後把土地整平變成我們姓義里 哨船頭地區的一個休閒廣場 對當地的生活品質也大大的提升 那另外就是沙子社區發展協會這邊 我也爭取到八斗子也有一個舊警察宿舍 一樣我動用我的建議款 然後爭取代管之後把它活化成功之後 目前是交由我們這個沙子社區發展協會來使用 那另外就是安蘭橋派書所旁邊 也有一個舊警察宿舍 那我也成功的把它翻新 那目前是由我們安蘭橋的巡守隊在使用 我想市政府的閒置宿舍還很多 那我希望市政府能夠主動的規劃 把這些宿舍重新整理 那如果金費不夠 其實都可以請各區的議員來幫忙 用我的方式我們請去公所動用零星工程款來做改善 改善完整之後就可以成為地方活用的一個亮點 那我也希望未來爭取更多 能夠協助更多的年輕人 來把這個地方當作他們的辦公室 年輕人創業租房子很困難 如果我們政府能夠整理一些閒置的宿舍 因為這些宿舍其實地點都滿好的 只是閒置不用非常可惜 只要把它加以這個拉皮改善之後 都可以正常的來使用 那我們可以用算很便宜的租金來租給年輕人 那麼提供他們辦公創業的一個基地 我想這個會是很好的一個造商引資一個模式 我們希望市政府要加緊的來進行全市房屋的一個規劃 是 就是要把活化地方 讓地方的民眾可以善用這些公共空間 那我知道我們的紀元異作 它其實也有活化在利用 而且還賦予一些 李明會堂新的運動生命是不是 對 因為我本身比較喜歡運動 那我也是積極在我們仁愛區一些比較 應該是說長者比較方便的地方 因為仁愛區是靠山 山坡地比較多 那你一直在積極在珍惜一些 比較靠近活動方面的那個李明活動中心 然後由李明活動中心協助里長來購置一下 一樣用我的經費來購置一下新的運動器材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里長能夠把這個地方租出去 他就有李明的娛樂經費就有了 就已經有很多經費 因為畢竟他好像是要三層給區公所 七層留著做李明的活動經費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里裡面的發展比較有幫助 不然里長都會常常跟我們議員講說 他的經費不夠 要做這個 要做那個都不夠 那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活化的方面 對 真的就是要活化 那當然老舊的設備也必須要來整修來抬舊 一塊來看看我們的繼曾義作 他在議會上質詢要求改善 防災管的老舊設備 擔任義消總隊長的市議員曾紀妍 特別質詢消防局樓上的消防防災管 多項設備老舊需要徹底改善 消防局上面有一個消防防災管 那本席去那邊好幾次的 那真的有一次的時候 跟局長聊天的時候 剛好看到幼稚園一些幼兒童 然後老師帶著他們到那個防災管去 學習一下 知道一下防災的一些嘗試 一些知識 那當場也有我們議消的宣導大隊的 一些姐妹們 大家正確的宣導一下防災的知識 那在這邊本席也大概去看一下以後 那我大概就跟市長 要跟市長建議一下 因為裡面的設備 是非常非常的老舊 那有些設備已經壞掉了 他還是擱置在那邊 站著一個空間 那我想市長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不要幫他 這不是垃圾維收場 壞掉就要丟掉了 市長謝國良也提出構想 可重新設計空間 讓小朋友藉此體驗辛苦的消防工作 我覺得我們可以還是給親子使用 但是可以規劃成讓孩子們來體驗 或來了解消防人員的辛苦 這樣子的一個前提跟主題之下 來重新設計那個空間 就是在議會上要為民眾發聲 看看民眾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後來我們要請教我們的曾宜座 我想當初我有建議我們謝市長 那謝市長也有很好的回應 那我想謝市長現在一直在推各區 每個區都有一個兒童的樂園 因為我想謝市長對於我們的兒童 尤其是我們一些新生爸爸媽媽 對兒童的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視 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想這次謝市長也有回應我說 他會去看一看我們那個防災館 那他回應不錯 因為我想藉由這個機會讓市長來發揮 那我想防災館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現在的災害是多元化 很多災害都是多元化 但是藉著這個消防局上面的防災館的老舊 能夠來把它晉升一下 那對於一些兒童也好 一些國中小學生也好 對他們平常教育他們一些救助救難救生的一些知識 那對於災難來臨的時候 他們才有好的應對方式 那在這邊的話 我最近也有接到我們金融市政府有回言給我 對於這項我的建議市長是非常支持 那我想以後我也會繼續來督促我們市長 以及跟我們市長來合作 以及各局處來合作 怎麼樣把我們的防災教育做得更好更棒 以上 是 珍得來就是要為民謀福 請聽地方的聲音 那我們的藍敏黃藍一座 他其實在議會上也爭取了 成功為民眾爭取到與市民有約 總質詢一開始議員藍敏黃就建議 恢復前市長許財力張通榮任內 每週一次與民有約親自接見市民 立即獲得謝國良正面回應 很多的里長很多的林長很多的市民 都跟我建議都跟我反應 過去的市長有約為什麼取消了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問題很多的建議 甚至很多的委屈 希望向市長來陳情投訴 希望市長能夠幫忙 這麼好的政策很可惜 林佑昌前市長一上天就把它取消了 所以我對謝市長的第一個建議 就是請市長恢復市長有約的政策 讓謝市長能夠像張通榮市長 能夠像許財力市長一樣親民 關於我的第一個建議 我想聽聽看市長能不能同意我的建議 我們的時間可以把它定下來 可以跟外界說 我們以後就在每個禮拜一的下午 五點鐘到七點鐘 每個禮拜一的下午五點鐘到七點鐘 如果他們願意來的話 我非常樂意接見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 此外藍敏黃體恤警察辛勞 重視警察權益 希望能和市長一起爭取 遠景超勤加班費 三月份立法院已經有很多立委建議了 那我們基隆市議會也提出這樣的建議 我覺得非常好 希望市長能夠在這方面來幫忙爭取 真的就是要為民謀福 看到民眾最需要的地方 像這個很親民的行為 成功了對不對 對 我非常高興 今年五月份 第一次正式質詢謝國良市長 我就向他提出要恢復 與市長有約的這個制度 因為過去在許財力市長 還有這個張東榮市長任內 我經常陪民眾去參加所謂的市長有約 那我看到許市長跟張市長都非常用心 他會把一級主管叫到現場 然後請聽民眾的建議 然後當下人舉也覺得 馬上就叫一級主管直接去處理了 我想這樣的效果是最好的 也是最好的親民政策 所以謝市長上任之後 我第一個建議就是請他恢復市長有約的政策 那非常高興 上個禮拜已經正式開始執行 那謝市長也交代我 第一場就由我來負責陪民眾到現場 那一天剛好我有兩個中盛區的民眾 要來找我服務 我也藉由這個機會 親自陪他們去向市長建議 那首先有一位年長者 他關心的就是一一路歧途不平的問題 因為一一路啊 這個可以說是市政府所在地 而且銀行最多 婦產科醫院也是最多 那幾十年發展下來 那個七樓的高低差真的非常的嚴重 一直都沒有辦法去落實 我非常的遺憾 對 很多人都會跌倒 我記得我在質詢的時候也有感而發 我小時候我的小兒子啊三歲的時候 就在七樓上走 我眼睜睜看著他前面有高低差 但是想去跑過去抱他已經來不及 他已經跌倒了 讓我很心疼 那我也在張通農市場內內 林俊昌市場內內再度的要求 要針對一一路啊優先來做示範 那很可惜喔 兩位市長都有規劃 但是最後都因為這個民眾的反彈 而無法強制執行 非常可惜 那我非常高興這一場與市民有約 所以謝市長已經交代 要把一一路的祈禱成平 列為首要的改善計畫 這點非常謝謝市長 那另外也有一位年輕的朋友 他已經回來創業三四年了 那剛好經歷了疫情 所以這幾年他這個生意很不好 然後房租不降反征 那房東沒有降他房租還要升他房租 他讓他很困擾 做不成立人又難請 那就很困擾 希望說市長能不能真正 有一些政策來協助年輕人創業 他也是三四年前 抱著歸於返向的態度回來基隆 可是運氣不好碰到疫情 那這個時候最需要大家幫忙 那市長也馬上請這個青年蘇委員會 主動的來跟這位年輕朋友接起來 未來我們政府盡量能夠提供租金的減免 或者是人事的減免等政策 來年定政策來爭取預算的補助 我們希望給所有返向的年輕人 有實質的政策的補助 才能夠留住年輕人在基隆創業 所以與市長游業的政策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有效 因為是由市長直接指示 一起主管能解決的 當面來下達指令 如果不能解決的 我們也會事後來招高相關的會議 想辦法來為大家克服 所以歡迎市民朋友 踴躍的來爭取與市長游業的政策 真的耶 不管是哪一個年齡層 只要站到第一線 就可以傾聽到地方民眾最真正的需求 然後我們的爭議座 其實也有幫民眾來爭取福利對不對 我想市長游業這個政策 我想剛才南議員說得很清楚了 在許市長跟昌市長任內都有 我想林宥昌市長上任以後 就取消這市長游業 我想最近的話我們謝市長 不只是辦市長游業 跟我們這些第157個里的林長 特別一一分開來聽取我們林長的聲音 那我想林長是我們基層發生的 最基層的一個觸角 那林長遇到的事情 可能比里長遇到的還要再基層 所以我想謝市長非常的 應該說非常的接地氣 對於聽一般民眾的聲音他做到很多了 那也感謝我們蘭秉丸我們的蘭議員 在質詢的時候 特別把這個重要的議題說出來 我想市民有約對於每個市民來說 是一個見到市長的一個最好的機會 他能夠見到市長把他自己的聲音講給市長聽 那市長也借了由市民有約這個時間 然後聽到最基層市民的聲音 那我想我們謝市長對於接地氣這一塊 我本人是非常佩服 因為他可能剛三任 然後市政也滿滿的 然後可能是有一些要推展的政策以外 開了會以外 他要跟市民有約 但是他也是把這個時間特約出來了 那我想很多市民 對於現在市長的一些政策的話 也都覺得滿是認同的 因為也有少數的說 市長可能跟以前不一樣 當然跟以前不一樣 市長現在比較創新 當然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我許市長有約這個要繼續下去 以上 是 就是站在第一線 請聽地方民眾的聲音 那說到現在疫情解封 所有的旅遊業都開始復甦 郵輪客也都進到了基隆 那我們基隆是個歷史文化的大臣 如何把它轉變成觀光大臣呢 我們要先請教我們的藍敏黃藍一澤 談到這個基隆市的未來 我認為基隆市應該 未來要把這個觀光旅遊業 當成我們這個全市發展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雖然很小 但是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小而美的城市 我們有擁有這個海洋的資源 所以郵輪已經重新啟動了 我們看到現在根據港務局的出估 今年大概可以達到 要恢復疫情前的百分之六十的遊客量 我想這個商機無限 我們會好好的利用這個郵輪觀光 來吸引這個外縣市 甚至外國的朋友來基隆搭郵輪觀光 那麼最重要的基隆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文化古蹟特別多 美食也特別多 那談到文化古蹟 我想這邊我要特別肯定 我們林佑昌市長八年的努力 他提出了所謂的這個 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的這個計畫 其實這個計畫 就是我17年前當任議員的時候 就已經提出來了 大沙灣的古蹟的重建 因為我發現這個中正區 是歷史古蹟最多的 但是很可惜 集市內來都放位在那邊 非常可惜 歷經了許財力市長 張東龍市長 再到林佑昌市長 三任市長的努力爭取 終於在林佑昌市長那內 爭取到八億的經費 來把這些古蹟復健 那整個大基隆歷史場景的計畫 他主要是把東岸西岸 以及河濱島地區 打造成一個文化的觀光拿大 因為這邊有很好的港口文化 海洋文化再加上歷史文化 那整個大沙灣的園區的建設 包括太平倫的紀念園區 清法戰爭的紀念園區 這就是早期的法國公墓 再來就是耀山司令官邸 耀塞司令官社 大沙灣石圍一構 還有正兵漁會大樓 以及耀塞司令部 翔鋒界的耀塞司令部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翔鋒界的耀塞司令部 現在已經整修完成 這個是白天跟晚上的景觀 晚上都很漂亮 對 這個真的不會輸給我在國外看到的 這個都是二戰時期留下來的一些古蹟 那也全面開放了 非常好 那另外就是耀塞司令官邸 這個就是俗稱的李宅 那這個房子是早期日據時代 日本駐華最高子二官住的地方 那現在也都整修完成了 我想晚上更美 白天晚上都是非常漂亮的巴卡的景點 再來就是耀塞司令部官社 這個剛好在李宅的對面 這個是給校官做的 剛剛那是最高子二官住的 那這個就是給一般的校官宿的 那最讓我感到肯定的就是 舊月大樓 現在也整個整修完成 非常的漂亮 那未來已經為外經營 未來這裡會經營一些文創的產業 我們希望也能夠真正的帶動 正兵地區的發展 我想基隆寺這個我們有很多的歷史古蹟 只要好好的整修維護 再這樣賦予文化的特色 再結合地方的美食 我覺得基隆寺能夠很成功的來發展 我們基隆寺獨有的文化觀光 我相信基隆寺未來除了遊人觀光 能夠吸引全國的民眾之外 文化古蹟 美食的觀光 也是我們未來要去發展的一個重點 希望謝市長上任之後 能夠好好的往這兩個方面來規劃 我們要不斷地增加硬體設施 同時也要導入暖體設施 最重要的我們的市民朋友 一定要非常的友善 我們要讓觀光客來基隆 就會愛上我們基隆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跟期待 是 真的就是要愛上基隆 因為基隆真的是充滿了文化歷史 而且美食很多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曾一座 他就是在仁愛區最繁華的地方 美食超多的 然後最近也有非常多的新的打卡景點 我們要請教一座 我想南秉王南議員所敘述的 都是一些觀光的景點 我想觀光不外乎也是要結合美食 我想仁愛區的話美食是最多 大家都知道 因為仁愛區的校商路的商圈 也是美食商圈 包括仁愛市場上面也是美食商圈 還有大家應該是全世界的人都認同的 就是我們基隆市廟口的美食 我想基隆市廟口的美食 不外乎還有愛市路 愛市路也是一個美食 我在這邊的話 我最近跟我們愛市路的管理委員會 大概有接觸到 因為愛市路的美食 它是規劃的滿那個什麼 滿規劃的滿那個什麼 滿應該是很多的設備都規劃出 應該是當初經濟部的補助的時候 把廟口的攤商整個都改變了 它是改變的 因為愛市路這邊沒有改變 那愛市路這些攤商 畢竟它是臨時暫存的社攤區 它時間到就要收起來了 那最近我跟管理委員在聊天的時候 那個主委跟我講說有個問題發生了 就是他們電線的問題 那可能這些攤商出來的時候 它要借電都沒電 都要跟一些商家來借電 有人要簽電出來 或者是切個水管出來 然後他們只要一收攤的時候 把電線丟在那邊 水管丟在那邊 已經造成了滿多的困擾 那對一些攤商來說也是一個困擾 那我想我最近跟主委在聊天的話 我想要請我們謝市長 能夠注重我們愛市路攤商這個問題 是不是請一個顧問公司 重新幫他們規劃一下 跟我們的管委會 跟我們的攤商來溝通規劃一下 怎麼去以及跟我們的台電也好 跟我們的自愛水公司 甚至西隆瓦斯也好 來整體來規劃一下 看這些管線要怎麼樣去用才安全 那畢竟美食大家都喜歡 但是安全也是要注重 因為它畢竟愛市路旁邊還有一些商家 那我想真的需要我們市政府來介入 跟商家也要 跟攤商也要 跟廣委會也要 跟所有的管線業者也要 一起來配合來商討 怎麼樣把它來創造一個 能夠安全的安心的享用美食 讓它一個很好的環境 那在這邊的話 我最近也會跟我們的管委會來親吻市場 來一起來研導這個問題上 是 真的耶 基隆市區的美食真的很多 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義二路美食商圈 那剛才我們的曾一座 他關注到就是安全的問題 就是要好好的規劃 讓我們的攤商 有一個很好的環境來擺攤 那另外要帶大家來看 就是我們的銀座 基隆銀座義二路的美食商圈 邀請教我們的藍民皇藍一座 好 剛剛我們這個曾議員 他剛好是我們仁愛區選出來的 那我們仁愛區的廟口夜市 校山路商圈仁愛市場都非常有名 曾議員也介紹得非常詳細 那我這邊來補充介紹一下 這個一二路的美食商圈 這個地方也叫做哨船頭 那特別要提的是說 我們基隆塔剛好就在這個位置 基隆塔已經招標出去了 很快就可以委外經營了 我相信配合基隆塔的開幕 再加上我們哨船頭的美食 將來這裡可能也是 我們基隆市區發展觀光的一個亮點 那在一二路的美食商圈裡面 其實我之前就有找了幾家特色餐廳 美食來做臉書上的介紹 我就用了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像我們這個阿萬混沌就非常有名 他早期是在安南橋開店 那後來就跑到我們一二路來開店 而且非常的成功 那另外就是蔬食開箱 有一家叫做食日飯堂的 這個是素食的便當非常好吃 我一個禮拜最少吃兩次 它是素食便當 再來就是量度和的排骨 這也是加盟店 這個也為我們一二路帶來 很好的一個餐飲業的改革 因為它裝網得很漂亮 包裝 它的便當盒實在都非常的用心 這個值得我們餐飲界來學習 那還有就是一二路最有名的 鐵布拉 鐵布拉湯跟意麵 這個我相信這個基隆市民 大概都耳熟能詳 那另外我要介紹的是 我們在這個區域也有很多年輕人 回來開店 他們開的是咖啡店 像圖門咖啡網路就非常有名 還有安南咖啡剛好在行政大樓對面 也是我家的旁邊 再來就是還有一家鹹鹹的咖啡館 它的甜點真的是在網路上非常有名 很多 我們這個臉書一鋪上去以後 那個按讚數真的是超過所有的臉書的貼文 所以說大家都很喜歡美食 所以我們這個基隆市 除了我們的仁愛區跟忠生區 有很多的美食可以發揮之外 最重要的如果我們能夠結合郵輪的觀光 結合我們的大沙灣古蹟的文化之旅 我相信這些都是可以為基隆帶來發展觀光 最大的一個潛力 讓我們共同的拭目以待 是 真的就是要真正可以走入 我們的基隆歷史場景 賦予基隆新時代的意義 我們要請教曾毅座 有沒有什麼好景點 或者是建議市府可以好好規劃在市區的部分 我想現在目前 我現在目前在外面一直在走動 我個人覺得我們基隆塔真的是不錯 基隆塔 對 基隆塔真的 牛山市長這個基隆塔的建制我覺得是不錯 為什麼這樣 因為它整個已經代表基隆 然後一個橋式 好像是一個橋式起重機的一個概念 然後這個 然後未來如果真的市政府這邊 能夠好好的運用基隆塔 來帶動基隆的觀光 我想知不知道 因為基隆塔我有上去過 那時候我有一次的時候是一個朋友 他們是做什麼 我說你開讓我上去看看 帶我上去看一下 還真的不錯 視野方面都不錯 基隆塔看過去就是花刷 從花刷看到基隆的這個場景 跟在基隆塔看到基隆場景 又是不一樣的場景 所以我想未來基隆塔 如果可以好好的去把它營運的話 可能會對基隆的觀光也是造來一個 最好的標的點 這樣子 以上 是 真的 就是在觀光美食這部分 可以讓民眾感受到基隆幸福的味道 另外要帶大家來關注的就是 我們的交通問題的 我們地方民代非常的關心 就是比如說像是標線的部分 沒有畫清楚 民眾可是會獲得非常不幸福 一塊看看 這邊沒線 他就一直扒一直扒 然後一直沿著旁邊走 他說你去走人行道 這不是你該做的 機車行駛在基隆車道 卻遭到後方車輛B車 陳情人好委屈 我認為這個道路 就是應該要重新騎回 那就是清楚的劃分 讓機車騎士跟那個開車的駕駛 都可以知道說他的那個界線在哪裡 人車真道 那這個大車跟小車也是真道 這起B車行車糾紛 就發生在海洋大學校門口前 因為原本其實標線上 路面上就已經有那個分隔線 但是因為長年沒有去補齊 造成這個顏色脫落 所以沒有這個快慢車分隔線 其實對於警察日後 處理罩折問題是會產生很重大的問題 市議員賴閩黃辦公室 要求中处儘快派廠商進場施工 避免七機車正道情況再發生 就是要改善我們的交通問題 打造最有愛的城市 擺脫這個地域都市的罪名 我們還要請教我們的藍名黃藍一座 好 我想六月份的時候 我連續接獲兩起民眾向我輔助反映 就是他騎機車 結果在北寧路上就 有一個是被貨車急按喇叭 跟他這個互相爭道 那有一個是年長的阿伯 還被攔下來 兩個就當場吵架起來 我覺得當我助理跟我講這兩件事 我馬上聯絡里長 那馬上辦了請集會看 我們到現場一看 真的那個快慢車的那個分隔線 幾乎完全看不到 我想這是非常不友善 而且非常危險的一個道路狀況 所以我們辦了會看之後 馬上要求這個交通隊 要一個禮拜之內 趕快把快慢車道的分隔線給標示出來 那我想這是遠見雜誌它的一個報導 那遠見雜誌的報導裡面 有提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也就是2018年以來 過去的10年以來 我們台灣這個大概死於交通事故的 大概是2600人到3000人左右 一直都維持這樣的數字 我覺得非常可怕 所以外國人覺得台灣什麼都好 但是對我們的交通亂象 他們就不以為憑 甚至用行人地域來形容台灣的交通亂象 那剛好過去我們的道路的設計 都是這個以車的為中心來設計 都只是考慮到車流量要快 回轉半徑要大 完全忽視我們行人通勤的安全 那最近這一兩年 大概整個社會氛圍有所轉變了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交通事故越來越多 政府也感受到它的壓力 所以我們的這個內政部營建署 今年已經編列了580億 要來針對所有的路口連行道來進行改善 那我也希望說市政府要趕快 針對這一波的政策來爭取經費 把我們基隆市的一些交通的問題 路況不好的地方進行重新的來改善 那到底要怎麼樣改善基隆市的交通 我想第一個 除了警察要加強的宣導交通教育 最重要我個人也列了幾個項目 準備給謝國良市長來建議 因為我們馬上就要進行臨時會 那藉這個機會我也提出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想過去都是以車為主的考量 我們現在要反過頭來 要打造一個行人友善的交通環境 所以我們必須以人為中心來 重新檢討我們的道路的一個狀況 那我列了12點 第一個就是行穿線必須要退縮 也就是縮短這個行穿線的距離 讓民眾過馬路的時候能夠有充裕的時間 那第二個就是行穿線中間都必須增設 這個庇護島來避免車子因為意外 跑到對面車道來撞到車或撞到人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希望 路口的人行道應該要擴大 而且我們應該增設所謂行人專用的耗制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規劃道路與標線 我們剛剛的會看就看到 既然是很多道路的標線都不明顯 我剛剛會看北陵路只是個案之一 那標線不明顯就很容易造成意外的車禍 這個我想政府也難辭其咎 我們希望類似的情形不要再發生 那最近標線已經 基隆市的道路的標線已經陸續的 各區的都在重新標線 我想大家都會感受到我們現在走在馬路上 標線都非常的清楚 這是好的現象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把車道縮減 最重要的齊頭整平 剛剛我的報告裡面 會幹裡面也有民眾向智長反應 一路的齊頭整平 這也是我們這個打造友善程式 改善交通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再來就是電線桿的地下化 我們有很多電線桿直接就出力在路邊 或者是在人行道上 我們必須跟台電趕快援領計畫 希望台電逐年負責任的把這個電線桿 趕快地下化 這個也可以棉化式 那當然加強停車管理也是政府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違規停車的這個頻率還是滿高的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加強教育宣導 讓民眾能夠鎖法 大家如果能夠把這個停車管理做好的話 我相信基隆市就會給人很好的一個友善的感覺 不然違規停車容易造成糾紛 也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努力 再來就是加強這個交通教育宣導 剛剛有提過 這個除了警察局要加強教育宣導 我想教育也很重要 我們必須從小學國中就開始教育我們的小朋友 要遵守交通規則 我想這個必須從基層來雜根 那再來就是推動所謂的綠色交通 我們希望大家盡量使用這個公用的交通工具 當然最好能夠台灣所謂的這個電動汽機車 這個對節能減碳也是很大的一個幫助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警察局要加強科技執法 我們利用科技設備來取締跟勸導 是效果最好的 那我在之前也特別拜我們的交通隊跟保安隊 我們員警在這個執行這個友善政策的時候 取締這個交通違規的時候 就是盡量原警現場盡量還是以這個 所謂的勸導為主 因為你原警如果第一時間就開罰單 很容易引起民怨 那如果我們擴大科技執法 如果你違規是被監視錄影機錄到 那你就沒話可說了 我們加強宣導 那希望原警盡量以勸導為主 這個是我覺得要改善基層這個交通 打造基層成為一個友善程式 我覺得我們必須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我剛好臨時會要向市政府來建議 藉由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當然各位市民朋友 你如果有更好的建議也歡迎 給我們議會 我們會轉達給市政府來改善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讓基層市的交通更好 讓基層市真正成為一個友善移居的城市 是可以看到我們的藍一座真的好用心 它規劃了好多個項目 就是要給市政府一個滿滿的建議 讓我們的基層變成更友善的城市 那當然我們的真一座 它對行人的安全也非常的用心 它智力打造無障礙的設施環境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真一座 那我想對於行的安全 我想最近應該這幾個月下來的話 我們基層市的市民 尤其是開車的市民都非常有感的 因為現在看到行人都會先離浪了 是 那我想這也是我們中央政策 我們協議長市長的警力來推行的 那我想對於無障礙空間的話 剛才我們郎議員有說過 對於無障礙空間的話 就是最重要就是旗樓 旗樓一定要整平 那我想基隆市不只是說中正區 我相信七個區 都有旗樓高低落差不平的 那高低落差不平的話 對於一些行動不方便的 有身體滋障的一些朋友來說的話 就很不方便了 還有推銀車的 對 都很不方便 那我想這個方面的話 我想市長在上任以後 對於我們中二路 中三路 中四路這一帶 其實都整平 他也是會看了好幾次 然後我想他也有經費說要整平 當作一個釋放的地區 來整平一下這個地區 那我想謝市長也看到說 基隆市要發展觀光也好 要發展一些藝文的推動也好 最重要就是要行的 行的友善 然後行人空間一定要去把它讓出來 然後讓行人在無障礙空間都可以行使的話 對基隆市發展任何的政策 我想都是很好的推動 以上 是 真的 就像我記得之前我看到翼座 它智力在把那個電線桿 或者是路障給清除的部分 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對於早期的話 那可能早期的話 大家對於行的空間沒那麼的在意 那我想很多的電線桿也好 一些標示都把它插在我們的人行道上面 我想我是因為付出街道民眾的檢舉 然後民眾的一些請託 然後我們到了現場看 滿多了這個問題 那我想在今年我們是把成功 應該是光華大廈長久以來 最難清理的兩支燈桿 我們都把它從人行道上面牽上去了 那里長也獲得我們當地的里民 非常的贊同 那我想未來的話 我這邊還是會陸續來推這個政策 那所有的市民朋友 對於我們人愛區也好 各區也好 包括有一些路障的問題 也可以來我們的服務處 來電到我們的服務處 大家一同來對我們基隆市 美好的城市來一起來打拼 是 就是很用心 然後也很努力在為我們的民眾謀福 我們剩下10分鐘 我們要請兩位藝座是不是分享一下 最近是不是有為民服務的案例 讓你印象深刻 有關為民服務的部分 我想最近民眾比較關心的 還是彈藥庫遷移爆炸事 因為我剛好住在安安橋 那過去十幾年前有爭取沒有成功 我覺得很遺憾 那藉由這次的爆炸事件 我們我也深刻的檢討 我也積極的請謝國良市長 再跟國防部來卸掉 我們終極目標還是希望把這個彈藥庫結 遷移成功 以確保當地民眾生活品質的安全 但是據國防的考量 我們也希望給國防部一點時間 我想這個是急不得 畢竟十二年前的時空背景跟現在不一樣 因為我是滿理性的 十二年前兩岸和平 沒有所謂的兩岸衝突的危機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來 把這個彈藥庫建議把它遷移 可是現在時空背景不一樣 我想這個兩岸最近滿緊張的 這個海家中線已經被中共給取消掉了 他的飛機船艦一天到晚跑來跑去 坦白講我也很不爽 我想我們都不希望共產黨中國 這樣子來侵犯台灣的領空跟領海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好備戰的準備 我想長期我們還是希望兩岸和平 如果兩岸能夠和平發展 我們就會盡快的要求國防部 把這個彈藥庫給進行遷移 那短期間內我希望大家要冷靜 我們會加強要求國防部落實 整個彈藥營區的安全 絕對不能再容許炸彈也好 飛彈也好發生爆炸的意外 我想這必須兼顧 以上跟大家負責任的說明跟報告 是 就是深耕在地為民謀福 營造幸福的基隆 我們請教我們的曾毅座 我想最近在基層的話都聽到 因為仁愛區畢竟土地面積比較狹小 然後環山 山坡地比較多 那最近接貨的都是一些民眾的停車問題 停車 那尤其很多的鄰居 十幾年的鄰居就是為了停車 大家撕破人 都是這樣子 那我想最近我們這次的追加檢預算 我們的交通處也有編列追加預算 要對於一些零禮建置一些停車場 那我在這邊也有跟我們交通處建議的兩個地方 在南新街的51巷圍的一個大型的停車場 那長期他是破破就就了 然後再來的話長期他沒有規劃 那就是變成說有一些人就會站來站去 可能是他用一台車子去站位置 他出去以後再回來再把他站出來 再換來換去 甚至有一些用一些大型的家具在那邊站置 那我會跟里長會干了好幾次 那也獲得我們交通處 我們這邊停管課這邊的同意 然後要撥用預算來把它整理一下 改為使用者付費的收費停車場 我想這樣子對於一些停車的方面 有需求的 對 對於一些停車的民眾的話 比較公平一點 因為長期沒有這個 可能沒有這種停車的觀念 就是省省省省 那我真的是也是希望我們市府這邊 能夠加緊的尋覓一些閒置的空地 然後來改造成停車場 讓民眾有一個良好的停車空間 是 真的 停車問題 真的大家都非常的需求 這也是遊蕾城市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我們要展望一下未來 有沒有請教我們的賴明黃來一下 好 我想我對基隆市的未來也充滿了信心 我希望謝國良市長 除了把基隆打造成為亞洲最有愛的城市之外 我建議謝市長應該把基隆打造成為亞洲最有愛的城市之外 我們希望可以比照新加坡的模式 新加坡也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 可是它卻能夠克服種種的困難 把新加坡導造成為亞洲最移居的城市 而且也是它的觀光旅遊業的發展 可以說是世界之最 它彈丸之地 它有全亞洲最大的動物園 海洋博物館 還有兩個賭場度假園區等等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想只要我們目標定得很明確 然後大家政府人民一起共同努力 我相信基隆市將來有望成為 台灣最好的旅遊勝地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跟期待 對 就是觀光友善之都 那我們要請教我們的紀元一座 曾一座 那我想我們謝市長 我想畢竟謝市長他是商人 那我想他也會用他的所學 畢生所學 把基隆行銷出去 那我想謝市長這次是追加減預算的時候 有對於在議會有提出來一些 什麼滷肉飯 壽司 包括雙城巴士 這些都得到議員的支持 那我想這未來可能會對我們基隆市的觀光 帶來很大很大的商機 那畢竟觀光不外乎就是 我們基隆就是郵輪 美食 一些古蹟 然後再注入一些新的idea 我想對於基隆未來的觀光發展非常有 一定有一個大的願景在 你剛剛說到的雙城巴士 是不是還有水路兩用車 沒有 這一台還沒有 對 觀光巴士指日可待 雙城 雙城 已經通過預算了 兩千四 是 台北市已經有了 對 好 那到時候就很期待大家可以 大家拭目以待 對 讓遊客可以坐在這個雙城巴士 來逛我們人機 對 好好玩喔 這個雙城巴士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上面有減餐 減餐 對 所以我們因為非常支持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預算是兩千萬 一台車要兩千萬 將來也是要委外經營 所以也會成為我們財政來源之一 當然我們希望它能夠發展得很順利很成功 因為我們要克服的是基隆多餘的天氣 對 的確在很多歐洲的大城市就可以看到 這樣的在車上用餐 用個減餐 對 這真的是很不錯 環繞的城市所有的 一些美景 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藝座 帶大家看到基隆 非常不可能亮點未來的城市發展 感謝兩位藝座 也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大家有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其實都可以找我們的藝座 他們會進行非常完整的衛名服務 謝謝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 拜拜 音氧化碳重結者Noco醬提醒您 無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家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音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一 熱水器牽移至屋外 二 更換成強制排氣室熱水器 三 敢用電熱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酒駕罰很大 一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罪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僅或聚策罰更大哦 二 呼氣酒策值達0.25毫退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三 酒駕再犯 聚檢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考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六千至一萬兩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六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雅人 內政破警察署關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氣啊 我快撐不下去了 一 九 六 六 我是個案管理師 是來協助您規劃需要的服務項目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 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儲材 建議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兩百元就可以了 兩百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學大主班 來 穩定 走 小心 小心 您前 媽 媽 媽 怎麼了 媽 哥 你趕快 救護車 救護車 在1966的協助 從富能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壓 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 恐怕輸我的孩子去慶祝囉 這樣就好了 對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 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 以後我們出門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 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爸爸出院後 連結長照服務 像是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附件 簡易生活輔具租借等等 符合資格者 回家一周內 就可以得到長照服務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安心出院不擔心 造型 特別感動 美術 婉女 艇 遊長 一切 營氧化碳重結者納克獎提醒您 無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家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1.熱水器牽移至屋外 2.更換成強制排氣室熱水器 3.擔用電熱水器 納克獎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酒價罰很大 1.提高酒價違規罰還 罪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價拒检或拒策罰更大哦 2.呼氣酒測值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3.酒駕再犯 拒检及拒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4.酒駕重新考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萬2000元哦 5.為完成酒駕防治教育或酒飲治療 只要負擔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吃的照顧下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吃的照顧下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吃了 和我大愛去慶祝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